HELLO 各位学位以及球迷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测试三款木杆 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放在哪一支打得最远 首先登场是我们的TILOR MADE SIM2 这个款式是它的SPEED的一个版本 它有分MAX 但我们今天用的是SIM2 那我用的杆身是Mitsubishi的一个 50克重量的一个白管 接着是我们的卡拉威 这个APEC版本 它今年也是有分MAX 那我们用的一样是SPEED的版本 那杆身的配置也是Mitsubishi的40S 最后一个登场的是我们的TITALISTSI 3版本 9度的 那么杆身也是Mitsubishi S 但是它是65克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哪一支打得最远 所以我会尽全力的猫不管它的左右 反正我就会去打到最远的那一颗满意为止 然后再换下一根 那我第一根一开始用的就是我们的TILOR MADE SIM2 就是全力的猫到我觉得是最远的为止 OK接着我们使用我们的卡拉威 OK 一样全力的猫 猫到最远为止 OK 接着是我们的最后一根TITALISTSI 3 OK 有点累了 对这一支可能会有点不公平 但是我要更强壮 好我们来大致上看一下 第一个部分是我用TILOR MADE 所以第二个部分我是用这个卡拉威 第三个部分我是用TITALISTSI 所以在这边跟各位直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以今天这样子的配置 肝身跟角度确实最远的是我们的卡拉威 接着去聊聊我对每一支球肝个别的打杆 那我先提到我之前用自己的肝身是X百管60克的Mitsubishi 那我的肝头是9度TS4 也就是TSI的上一代 所以这个TILOR MADE SIM2 这个10.5度 对我来说它的角度比较大 所以如果我觉得以TILOR MADE这个款 配置在我对我来讲如果是9.5度9度的话 我相信它的距离也一样是可以达到295以上 那接着去讲到我们的卡拉威 这一支肝身真的是比较轻 所以挥起来速度是确实快很多 然后9.5度也可以 所以它的距离达到300多 其实是不意外的 也就是说因为我之前上一款也是用卡拉威AirPak 我个人觉得跟它这一代新款的一个 比较上面差异性 我觉得只是换了一个比较新的头 所以弹性比较好 那么其他的配置 我觉得应该基本上大致上 还是差不多的 那接着讲到TILOR LEASE 它的TSI3 我的上一代是TS4 那说它这一代有没有比较进步 我个人觉得差不多 可能也比较接近适合我的方式 我的TS4的特性 它是强调在更多的低后旋 掉到球道上会比较会滚 那它这个新一代的TSI3 我个人觉得就是容错性是比较大啦 但是整体表现跟我上一代TS4 其实进步一些些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我觉得就是差的容错性变大 再加上我们来看看这边的价钱 TILOR MAKE 卡拉威跟TILOR LEASE 最贵的是我们的卡拉威 那这是一般这个店家的这个定价啦 所以实际价格可以去问店家 在这个下方都有店家的这个咨询可以去联络 所以我个人最后的感想是 我觉得就是干头的差异性 TILOR MAKE呢 他可能有更大的发挥 那么卡拉威算是已经 目前我觉得这一代跟上一代 其实已经是紧绷了 也就是说卡拉威他目前的科技 可能到这已经是很不错的表现 那么TILOR LEASE 他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属于稳稳的东西吧 那么TILOR MAKE就是可塑性很强 我是有听人家介绍 TILOR MAKE D系列可能会对我来说比较好一点 所以等到我适合再告诉大家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示范的试打影片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下订阅按赞加分享 还有追踪我的粉丝团以及我的IG 我们下次见拜拜